大叔又来了 为什么用含乳蛋的声音 我现在嘴巴上火了 整个嘴巴合不舒服了 怎么上火 因为什么事情 参叔你最近怎么了 大不如前吗 还要cue一下上期吗 对 就是最近 吃的东西吧 还是睡眠不够的关系 可能也都有关系 中文我们说上火了 对吧 对上火 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 上火了就是你可能 吃了什么比较燥热 或什么比较 有没有同学已经来了 记得跟我们打招呼啊 如果来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的连线呢 在IG Instagram 还有脸书 Facebook 佳佳又是前三名啊 佳佳佳培静也来了 对 好我们现在IG也有 哇四五十个人在线上 好多哦 好 好快哦 然后呃 这位叫中文的 哇一定很爱中文 连名字都取中文 或者可能是中文老师吧 有可能 好欢迎大家哦 你好啊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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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后 是什么 还有黑忧 黑忧 他是不是要用 他是可能用中文了 那个台语 我们台语 你好 你好 就是你好的意思 他在用台语了 你好北忧 你还会台语呢 不是听说过 这个呃 北京来了哦 好 嗯 然后阿轮 还有佩霞 都是我都是我的学生啊 名字 对 大家都记住了 我们周一周五啊 两场直播 晚上七点 对 我看好多就是IG朋友 他会说您好 其实我们您好 其实反倒用的少 嗯 很少 都说您好就好 尊敬我们 跟我们 跟大叔们 你好就行了 你们好就行了 就是这个 您这个字 其实说实话 除非真的很尊 尊敬对方的 状况底下 不然一般很少用 啊 而且发现就在北京人 爱用您 用 呃 您 对 对吧 啊 另外就是您 我们没有复述嘛 啊 没有说您们 啊 没有你们 你们而已啊 好 OK 各位老师 有个人说 你们是日本人吗 我们日本人的话 我为什么要教中文呢 好奇怪 啊 这边有人说 你们是中国人吗 哈哈 我们是 对啊 啊 这IG有人问 你们是日本人吗 然后这里有人问 你们是中国人吗 哈哈 我们三个人是韩国人 我有点 我有点错乱了耶 我们是美国人啦 其实 嗯 好 OK 那这个是西班牙文吗 嗯 como esta 对不是这样 变变 Fenomen 哈哈 哈哈 好 我们回归正题了吧 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非常的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用中文来思考 啊 嗯 因为我相信很多学习中文的人 他们是习惯用自己的母语去思考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学生说 呃 我回家昨天 啊 然后会把时间放在后面 那因为英文是这样吧 嗯 所以你可能今天的话题 还有比如说你呃 你好吗 我是好 或者是呃 呃 他是漂亮 对吧 嗯 他是漂亮 对对对 所以常常会产生一些 他是漂亮 会会会会 还有一个我今天 我昨天一个学生写的句子特别有意思 他他想说you are my sugar 然后他写你是我的糖 糖是吧 你是我的糖 哎可以啊 就是当然是很英文的句子啊 但是就是 哎也 中国会翻译中文我们说甜心 甜心是吧 对吧 蜜糖 你是我的蜜糖 对 你是我的优乐美 你是我的糖 特别逗 还有就是呃 我我也听到学生说 我们看电影一起 嗯 会变成 对不对 啊 因为这个 通常就是用英文翻译来的 当然各位同学不用太在意 因为我们 一定听得懂 我们母语者听得懂 但是就是你说的不是地道的中文 可能会有一个从自己的母语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那可能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你可能会比较慢才把中文说出来 因为你在思考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然语法 语序 语序也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嗯 对 好 那么我们稍后就来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用中文来思考 哦 那这位同学是来自加拿大的朋友 你好 欢迎 欢迎啊 然后呃 如果我的中文水平达到四级 我学中文有多高效果 哦 这个四级的话 嗯 我觉得也不算很高的水平 哈哈 好严格 跟你说你是好严格 没有 那个同学回去会哭 好不容易 没有没有 自己的说会确实也不是很多呀 说实话 真的 这如果你是备考的话 嗯 可能 四级你可能能读 但是可能那个说的这个口语方面 可能还要加强 啊 对 就呃 我们建议各位同学就是呃 HSK只是来评量你对中文的基本认知而已啊 实际上中文要好还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学习会更更加的呃 专业跟地道一点啊 因为HSK你是可以备考的 你可以通过你的一些学习方法来 对 拿到这个等级 但是真实的这个水平 综合的水平还是 对 还是要看的啊 要看你的背景 嗯 没错 好 这位同学当然是我们的会员啊 来自法国的啊 在巴黎享受阳光 哇 好幸福啊 舒服啊 好的 日光玉 日光玉啊 宋平 还有俄罗斯的朋友 欢迎 好 那我们就来聊聊吧 我们先问问变书好了 变书你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训练 用中文思考的能力呢 呃 对啊 就是呃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 有时候啊 我记得我的学生告诉我一个故事 就是可能啊 他们去一个这个朋友家的时候 然后这个朋友家里可能就是 如果是中国人到了朋友家 可能说 哎呀 你看你们家好漂亮 好大呀 会看那种宏观的 看整体的东西 然后再注意到 哎 这边有个鱼缸 这个鱼缸里边 然后 哇 好多东西 然后有漂亮的小鱼 在里边游来游去 啊 嗯 那可能就是如果 比较西方的思维 可能到这个家之后 可能先注意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啊 哎 你家也有一个这个皮卡丘的这个 啊 宝可梦的这个好玩的东西 然后啊 你看你家有这么大的鱼缸 然后再再关注到 从那个细节再慢慢的去打开 去看那个整体 哦 思维方式 可能 其实 中文学习者跟英文学习者的思维方式 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对不对 啊 呃 我不太确定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因为比如说中文的我们的语序的话 对 可能比如说要说这个排序这个地址的话 先说国家 然后城市 然后再说这个小区 这个这条路对吧 这条路上有这个第几号有一个小区 小区里边有地几楼地几单元门牌号 那可能我在写西班牙这边的地址的时候就反过来了 我要先写这个路门牌号 再写这个城市 再写这个国家 所以就是还有这个时间上嘛 时间上我们也是先说年月日 对对 然后每天的这个时段上午中午下午 然后再后再说点 然后可能有的语言就先说这个点 然后再慢慢的把那个时间变大 所以有时候 呃 我觉得有一种这种 中文比较会从大到小去排序 对不对 像时间我们也是先 比如2024年1月15号 那可能在英文会先讲小时间再讲大时间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的确有这种现象在 还有就是句子里边我们要先把那个语境都说完了 然后再说你做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 呃今天 然后跟谁 在什么地方 啊 做什么事情 然后做什么事情放在最后告诉别人 对对对 然后可能在一些语言就是先说我做什么事情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间 就反过来了 嗯哼 这个这个我蛮认同辩书的理念啊 因为呃中文的语序的确是不一样 我觉得大家在掌握中文的时候 一定要先掌握好中文的基本语序 大家可以不用学很细微的语法点 但是基本的中文语序是可以掌握的 比如说中文的中文的时间可以放在主语的前后 都可以 比如说今天我回家 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回家 所以这个基本的语序 基本的重点都可以掌握起来 这个可以帮助各位用中文思维 因为太多同学犯了基本的问题了 就是可能会把时间放到最后再讲 可是中文会把时间放在一开始的时候讲 地点也是 比如说呃我在哪里做什么事情 一定会先讲地点 所以这个我认为用中文思考的第一个方式就是 可以先掌握好基本的中文语序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母语者评断你的中文地不地道的方式 你如果说呃我我煮饭在厨房 就听起来就是不是地道的中文 所以我认为用中文思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把中文的基本语序 基本的语法点搞清楚就可以了 大概我们就会了解 你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好那么这个参数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又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用中文语 对刚才笨书就是说到这个我感觉是比较细致的东西 细节的东西 对比较细致 就是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从宏观的角度来聊一下这个 看这个你这个补充了补充了就支持我刚才的理论 真讲大的 然后再讲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其实还是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讲一下一些方法 我觉得我自己一些感想吧 最近我们大叔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在弄故事的时候 因为要改编 要改编一些以前的西方的一些名著 比如说像爱丽丝梦游仙境 这个Alice in the Wonderland 一开始我是想把它翻译的 翻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翻译到 翻译到一定程度 发现其实你这个文字就是变得 还是不是特别的地道 不是特别像中国人写的 就是你必须肯定会受到这个英语的影响 不是觉得你会带入很多英国人的思维的方式 后来呢 我是把它进行了一种完全的改编 我就把这个比如说第一章看完之后 我就以自己的这个想法 重新写一下这一章的内容 然后我就发现了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 这个想法的巨大的差异 什么呢 快解释解释 具体哪方面 这个方面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你要解释很难解释的特别清楚 我现在给大家说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要这样掌握一个中文的思维 就是大叔要推出产品 大家以后一定要购买 这个其实很容易 这是广告吗 这个不是思维吗 无缝接轨的插入方式 这是一点 我是觉得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都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 都读过比如说英译版的 就是英文版的 或者有些西方语言版本的 他们还是接近原文的那种感觉 但你再看一下 比如说我写的版本 我以一个完全中国人的视角 用完全地道的中文 是怎么去写这个故事 我用词用语是怎么样的 然后其实我发现 其实有一点小细节的东西 就是中国人真的是特别喜欢用四个字的东西 而且每个句子特别喜欢用短的句子 不会用很长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会写的很短 很简洁 然后意思就表达清楚了 不会像外国人一样很绕 你是说相比之下 对吧 他们很长的句子 用中文表达出来就会很简洁 对 而且一个意思的话 他们会 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考虑到很多细节 你一定要把它补充进来 完全补充进来 中国人是喜欢做一个大体性的描述 大体性描述把主体思想表达清楚就行了 细节很多东西 不需要在一个段落里 一定要完全呈现 但是他们英国人是违反 对我们看到 就是必须把很多细节完全补充到里头 这就是其实就是 还是和你说的那点是很像的 就是很在意细节的东西 所以在文字上体现 说话上也会体现出来 所以但是我这点就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读故事书 读一个中国人写的故事书 是很容易培养你的一个思维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要注意到语序 那怎么注意 平常你反正使得很努力去记忆 有时候反正记不住 要是通过大量的阅读之后 显移默化的 你脑子里自然而然形成 中国人就是这样说这句话的 我都不需要去想哪个是对的 这是错的 我直接能反映出来 这个其实是 我是觉得一个锻炼 很好的锻炼的方式 OK 所以这个参书的建议就是 希望大家大量阅读 这个中国的名著或文章 或者是 真的是中国人写的地道的 这个相关的读物会更好 因为其实你在阅读的过程 其实你也在培养这个中文的思考 对不对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然后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一开始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我是从听英文歌开始入手的 所以我觉得听英文歌曲 让也很大程度的培养了我英文的思维 我可以说我现在用英文讲话 几乎就不会再用中文翻译了 就直接用中文 直接用英文讲出来就好 我不需要再通过翻译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在一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 我其实有大量的听英文歌曲 所以我觉得听英文歌曲 其实是本能式的 你去吸收那个语言的歌词跟内容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现代的那个英文歌词 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让人害羞 这个就提到了我那个时代的英文 你那个时代的英文歌 我那个时代的英文歌曲 都是讲爱情也是非常的 让人 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 美好 很含蓄 什么right here waiting 那种歌 对 然后什么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为了你 我会改变我的爱什么 那个都是很真实的爱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现代流行歌曲的英文歌词 有时候 现在比较复杂 或者是比较 没有办法翻译 因为中文 说到歌词 其实我发现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特别在意歌词里的意思 特别就是我们中国人 很容易被歌词本身所感动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乐评 他们就说西方的很多这些歌曲 他们不是那么的在意歌词 很多会是这种韵律啊 等等节奏啊 会很在乎 很多歌词不是那么在乎 但对中国人而言 永远歌词是最重要的 歌词必须直打你内心 打动你才能重要 才能觉得 才会觉得这首歌是好歌 所以很多这种综艺节目 这种音中的音乐的综艺节目里头 很多观众反响很好的 都是那些歌词特别优美的 或者特别的感动人的 其实我觉得查出这一点很好 可以找这些歌来听 我最近也在听一两首歌 反复在听 一个是那个前段时间那个 一个叫大 不是不是这个 一个是那个什么乐队的夏天 有一首歌叫大梦 我觉得很好听 大梦 对梦 梦境的梦 很好听 你们可以找出来听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好像这个 有一个陈楚生和那个 谭薇薇唱的那个叫做胡广生 但是这个它不是标准中文 是有点方言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清淡的那种描述这种感情 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 反倒 那毛不易的歌 毛不易的歌 对毛不易的歌也很适合 对 对 就是中国这个歌曲的这个审美 可能相对于是比较滞后一些吧 我们就是相对还是更注重歌词 像查出年轻时候听到英文的歌曲那种状态 所以真的是很适合去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诗文 对对 比较适合学习 特别我觉得那个时候会让我用英文思考的原因是 我就是享受了当时那个那时候的歌曲跟意境 还有那个时候其实英文歌曲很流行 那个乡村音乐 乡村音乐的歌词特别的简单好懂 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通过去翻译或思考 所以那时候几乎是不需要再去看中文翻译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了解当中的意思 但中文歌还是有门槛的 我觉得因为那个有时候那个词有点太文学 太优美 可能 对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我们会 我们就是说有一些歌目我推荐也不错 像对我们到时候可以推荐一些歌曲给大家听一下 不是特别难的 这个我觉得也以后可以我们有这个主题也不错 哪些歌曲可以适合初学者来学习中文的时候聆听 然后他的歌词也很优美 就是这个我刚才给你推荐这个大梦 大梦它就是很简单的 它就是讲就是你从小时候几岁 小时候五六七岁开始到一直到老为止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每个时间点选取一个片段 讲的就是我们特别容易打动我们平常人的那个内心的这些 所以它词语也不是特别的难 我觉得是很好理解 很适合学习 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几集来讨论一下哪些歌曲适合学习者来聆听 然后也可以培养中文思维 因为我觉得因为听歌有时候啊 你在听的过程中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好像还要查字典啦 还要去翻译啦 我觉得听歌是很享受的过程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很自然而然的你会把这个学习中的语言当做一个自然吸收自然输入的一种学习过程 我觉得会很好 而且我觉得会非常有效的训练你用这个中文思想思考的一个一个方式啊 好 那当然有同学觉得儿歌 有一些儿歌 我觉得中文 大挑小优过 有很多YouTube频道就是 就是他们又把儿歌都做成卡通了 如果你想给孩子放的话很多 在YouTube上你直接搜儿歌就好多好多 儿歌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了 简单嘛 但你要真的愿意听 但是我觉得儿歌啊 呃比较适合正在学习中文的孩子 对 因为我觉得中文的儿歌真的有时候太幼稚了 就是挺幼稚的 儿歌都挺幼稚的呀 对对于成人来说 比如说我学英文 你要我听儿歌我也听不下去 听英文的儿歌我也听不下去 所以对于成年的中文学习者来说 儿歌不是那么适合啦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给孩子吧 因为好现在给孩子很发现学 嗯孩子学中文的也蛮多的 对但是YouTube有好多资源 真的 嗯对对 现在的儿歌也比我们那个时代多样化多了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挑选的啊 嗯好 OK 儿歌比较好的重复比较多 简单的那个 然后词汇也很简单啊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啊 现在这一位同学啊 他这个说他是新学习者啦啊 那有什么方法是让他继续学习来说很重要的 就是多尝试吧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方法可能要看哪一个更适合你 适合你 对对有的人比较适合从HSK学习 有的人比较适合就是口语开始 每个人的状况真的是不一样啊 好来自清越南的清草啊 这个我常常听到 我常常听到有同学说呃来自越南 清草啊就是 我是清草啊 他的名字是清草对吗 对清草是越南人啊 好这个说的好的 我是清草我是越南人 对没问题的啊 电猫是匈牙利人啊 哦这个匈牙利的语言可能也是从大到小 所以可能匈牙利人学习中文会比较方便一点 匈牙利语好像和中文就是和那些英欧有些语系不一样 不一样 比较独特 对嗯很好嗯好的 然后有人爱我们啊 哈哈哈哈 爱你啊 爱你啊 好这个同学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好 对对 扩展句 非常好 这个这个这个Tracy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在英文也学习英文也适用 当然学习中文也非常适用 比如说我们从最基本的句型来开始想 比如说我在家里 然后我在家里看电视 嗯我在家里和爸爸看电视 等等等等等 然后爸爸突然走了 嗯对 你就去扩展扩展句子 这个方法 其实可以甚至可以变成故事的 写故事一样的东西就 对 这个可以不断的写写写 对对对 就是除了基本的那些 你在扩展的时候也可以加那个修饰语 就是Modifier 比如说 还有一个经常犯错误的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我昨天买的衣服 很多同学就写衣服 我昨天买的 或者前天来的那个人 大家写那个人前天来的 前天来的 就也是这个可能我们把那个修饰词和修饰语的那个顺序给反了 对 因为英语是 the person that came yesterday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反过来是我们先要把描述 先讲 先讲 Modifier放在这个你修饰词的前面对吧 所以这个扩展句子大家可以试着多加一些这个修饰语 其实我觉得用中文思考最主要还是习惯问题啊 如果你一开始就可以训练自己去拓展句子或者是说尽量去训练自己 比如说我们有人很喜欢对的镜子自言自语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训练方式 其实你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训练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像刚刚变书说的 如果你一直重复犯这个错误而不改 那说实话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了 那就算你用中文思考 你还是用的是错误的语序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经过蛮大时间 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对而且我发现其实有些年轻人 他们就是学中文的话 他们因为比较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啊 综艺啊等等啊 他们挺懂中国的这些梗了 就是一些喜欢看中国电视剧的一些女孩子 我之前和我有时候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感觉你怎么这些东西都知道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知道之后 真的让你也有一定的中文的思维的形成 就你慢慢有会像中国人一样去思考 对文化上的 对我同意啊 就是参书说的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打喷嚏 然后有的有的国家就说什么 但是中文的话我们会说 有人想你了吧 有人在想你 对啊 就这个东西 对 那这个就是画像的 对 中文思维 对没错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 如果要用中文思考的话 当然如果有这个机会 还是欢迎各位同学多跟中国人接触 或者是多看看中国的戏剧电影影集 甚至到中国来生活 当然交交中国的这个男女朋友 都是一些方法 总之就是老方法 你还是要多接触中文 然后这个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像我们学习其他外语 也会发现 你要用那个语言思考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还有一个很多的积累了 真的这还是讲的最基本 输入一定要多 输入一定要多 这个讲到最后也是基本功啊 我们说这个台上三分钟嘛 台下十年功 你一定要付出努力 你不可能说你一开始学中文 就会用中文思考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然后这位月影啊 他是说他会看电影 来增加学习中文的速度 好 提高学习中文的速度 对 对 提高速度 好 那有人觉得听歌是很好的方法 有人会听一些浪漫的歌曲 听情歌 三年 李香兰应该是一个很早很早的歌手 很早很早 我喜欢听陈一讯的十年 十年 对 我没有听三年 我听过十年 我没有听过三年啊 因为我记得那个 张学有一首歌就叫李香兰嘛 李香兰好像是 好像是民国时候的人啊 就是民国时候的人 很早的 对 我不认识他 李香兰 反正 还有同学说 我比较同意那个 Eddie Eddie说他喜欢听那个任贤奇的歌 任贤奇下个月来 来法国 办演唱会 但是我不想买机票去 其实这个Eddie就让我想到 有一些歌手的歌词 他的歌曲的歌词 特别的简单易懂 但是又好听 我觉得大家要多去找这样的歌曲 因为先起发音很标准 然后 然后他的歌词也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比较易懂 像心太平洋嘛 这种 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看过来 心太软 对对对 心太软 而且又很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特别去找某一些歌手的歌曲 他们的风格就是歌词简单 然后这个歌曲的 这个旋律又好听 好学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下次有机会可以来特别 特别找一集 介绍一些 分析一下好学习的中文歌 我们中午 我们一般会做这个最有名的五个 这个中国歌手 六个 我们可以推荐 比如说最值得学习的初学者 最值得学习的中文歌曲有哪些 那大家可以来学习 像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耳熟能详 大家都会了 对 我觉得其实好像有一种类型的歌曲比较适合 民谣 民谣是很适合的 民谣的歌曲 并不能 民谣也常常会重复 然后那个通常是 民谣是歌曲特别 那个旋律特别动听 但是歌词又简单 让你觉得很干净 很纯净的感觉 李剑的歌算是民谣吗 李剑也校园 最早是校园民谣吧 他慢慢的就越来越丰富了 有时候我们推荐学生听李剑的 很多学生推荐我听什么大壮的我们不一样 好多学生很喜欢这首 因为这首歌 我们不一样的很简单 对对因为旋律又容易记 然后其实歌词也不难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的网络 网络出来的一些歌手 他其实 你就说纯粹从学习中文的角度 是比较方便的 比较好 反而很受欢迎 比如小苹果 这个我觉得是 我的这个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歌 你死我死 小苹果 这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因素是 这个旋律特别好记 然后歌词也不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们 还什么老鼠挨大迷 对对对 多二年前 我们研究从歌来到 就网络歌曲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初学者 可以先听听这些 大家推荐的这个学中文名曲 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 也是训练你中文思考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个人是很推荐 听中文歌曲的方式 因为听歌一定比看戏剧 容易上手 更简单 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听歌 另外就是听歌可以在你工作的时候做 然后你也反正就把那个输入当做一个自然的方式 很好 看大家都在积极的写 你们知道的中文歌手中文歌都可以写 对 有人推荐林俊杰的歌 也不错 也不错 然后有人是看电视剧 来学中文 然后有人说一开始会不习惯 慢慢说慢慢听就习惯了 其实语言就是积累的功夫嘛 语言就是积累的功夫 那我现在问两位大叔一个问题啊 用中文思考真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吗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觉得用中文思考 对于学习者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我觉得挺重要的 因为能用中文思考说明真的 你中文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 你开始可能是初级的嘛 你跨过门槛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你才有能力去进行思考 它不是重不重要 而是它是学习语言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你需要达到的目标 我是觉得你需要 不管你到达怎么样的这个中文思考这个程度 但是你应该以它为目标 去不断往这边够 不断往这边去努力 这是我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没错 我觉得我认同参数啊 这个用中文思考 大家应该要视为一个学习中文的目标 如果你能达到 其实不只代表你中文学的好 也代表着你是已经熟悉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色 还有这个对这个语言的掌握度 所以的确是个可以设 各位同学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个理想的目标 真的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 那Ben叔你觉得呢 就之前我们也是讨论过嘛 就学习语言不是那个三角吗 我们说流利度啊 准确性和复杂性 那你一直流利的输出 虽然表面上感觉好像你特别能说 但是如果你的准确度和复杂性达不到的话 就是即使你说的很流利 就是听的人还是觉得不自然 觉得可能觉得表达不是那么准确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有时候中文有一些特色 这个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注意 什么特色呢 我去开个门 一会儿回来跟大家 这个Ben叔要去领快递了 领快递了 他逃走了 逃走了 这个我 我其实觉得 这个用中文思考 其实讨论到这里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你毕竟脑子 省略了一个翻译的过程 它会让你更加流利 说这个语言更加流利 然后而且呢 你达到了这个门槛之后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去学习更多关于中文的事情 比如说中文的文化习俗 还有这个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这个思想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用中文思考 我真的越想会越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各位同学如果能用中文这个语言去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 去了解中国这个国家 去了解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几千年来的文化 哇那个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不同 你的眼界会开展很多 好有个有个朋友 觉得你捐钱了 捐钱了 这个我认识 这个这个就这个是我的学生了 他每次都会捐好多钱 美国的学生 他每次都捐好多钱 不知道他好像改名字了 他改名字了 之前不是叫这个名字吗 之前叫Daniel吧 好这位同学这个每次都会捐好多钱给我们 那笨书可能 他就把你刚才说完 支持我才回来 对这个这个是捐给大叔的频道 很棒 谢谢 好你看 笨书一离开马上就有学生慌张了 笨书去哪了 我来就是看笨书的 对啊笨书走了我在这里干嘛 我要走了 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在干嘛 好OK 所以这个我们感谢这位同学的捐助 谢谢丹牛 丹牛是哪里人啊 美国 美国人 其实我刚才就说到有一点 就是我刚提到这个书的时候 讲到中国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比较简短的字 对而且还特别喜欢用成语四个字 四个字其实成语我们很多人理解的都是有些有故事的 其实很多成语它没有故事 它反倒是很常用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要是有机会能掌握到 知道哪些是很常用的 把它记下来 这些也能让你的中文变得很低调 也是让你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中文思维 因为中国人喜欢把一些比较长的冗长的复杂的这些概念 说成比较短的四个字或者五个字就说完了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翻译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吗 就比如说比如说他这个气急败坏打算破罐子破摔了 那那英语就可能就是要很多的描述 就是他表他的脸变红了 然后什么眼睛张得很大 对因为他这么生气 他觉得要报复用使出他最大的努力来破坏 来就可能加好多好多的词来表达这个破罐子破摔的这个概念 这个这个我很同意 就是我觉得我我们看了很多英文的名著或文章 会发现英文会用大量的细节描述来呈现这个故事的内容 那中文就会通常用四个字的成语来表达 然后我们大概就了解他他在做什么动作 他的心情他的喜好 所以这个是两这个中文跟其他语言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成语 成语真的是一个这个成语跟谚语真的是中文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上次我看还有同学留言说 说老师以茶代酒算不算成语 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就是你如果用那个真是怎么怎么样 能够代入的话 一般他算是一个成语 你要说真是以茶代酒这就不行 或者真是每天开心这也不行 但你说真是这个 守株 真是三人成语 真是三人成语 真是红颜德 真是国色天香 就是用一个四个字来表达一个比较抽象复杂的道理的时候 我觉得中文真的很很好 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个句子就是英文的就是比较复杂 他说他生气的他出门了 这就出门了 我想一下这个状态要中国人说的话 就说夺门而出 就够了 夺门而出就够了 能表现那种生气的状态 又感觉很有使劲 对吧 就够了 对 认同 对 就是中文会用成语或简单的谚语来表达复杂的情况 那英文可能会说多他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很生气 然后他摔门 然后他冲出去 会可能会用非常复杂 但是比较细节的 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他会描述很多细节 当然很多细节在阅读上也会让人觉得 那个会有画面感也不错 但是中文就会用夺门而出 就很简单 对 好 OK 然后有同学说 嗯 有没有方法可以长期记住汉字 嗯 好 这个我们应该以后可以开一集来聊聊汉字 对 比如说有很多同学问说一定要学习汉字吗 那学习汉字 有没有一个很有效率的方法来学习汉字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集聊聊汉字 因为学习汉字是很多同学的噩梦 因为汉字太难了 汉字太难了啊 是的 所以很多同学又给我们捐钱了吗 哦 对对对 哇 这位同学就应该 我记得他的名字叫Daniel啊 他上次好像也捐给大叔频道好多好多钱啊 哇 这个谢谢你啊 谢谢你一直支持 很支持茶书 因为我看这位同学在那个茶书频道也也有捐款 他都是这样啊 就是没讲一句话就捐一次钱啊 我就希望你多讲话 多讲话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嗯中文很含蓄 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 中文比较含蓄 然后比较简单简洁 我们说言简意该 对不对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就是语言很简单 但是意义很深远 啊对中文刚才我 我刚才我不是说有一些特点吗 有时候可能 就是随便发个声音 甚至是停顿都能表达很多意思 哦来示范一下 来比如说 晚上我们去吃 呃晚上我们去吃中国菜啊 我说啊 啊你到底去不去 你到底要不要去啊 就是不太高兴了 就啊啊啊啊啊 就是一个呃或啊 其实有带着我们的反应 对不对 对可能 晚上我们 还有一些特点 对啊 还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可能啊 有人说 就是有的学生可能初学者吗 刚学一点点就很急于表达自己 就说 呃可能说你好 呃我是 我是Chris 呃我 呃我是 呃你是你是师 呃什么 或者是呃你你很利 啊这样 就是他想说你是老师 你很美丽 但是中文中文不是有这个词和语速吗 中文的词 他不是最小的单位 你还可以把这个词在在分分成两个语速 比如说美丽 美丽 它是一个词 但是美和丽 都是beautiful 这三个 但是美和丽 它是 黄学切错 切错单位了 对 对啊 朋友 他说你很美就行了呀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 呃 因为学的时候 这个学生觉得 哎 朋友是friend吗 有也是friend 但是朋友是语速 它不是一个词啊 所以有一些特点 中文的特点 大家要注意 就是不是说 啊我的老师告诉我 有是friend 那我就说 他是我的有啊 嗯 因为这个语速 可能有别的字在一起 才能组成一个新的词 对吧 对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 哦 我觉得最有效率的方法 当然还是多跟母语者聊天 我们几乎每一集都会 谈到这个结论啊 各位同学 不管用中文 想要用中文思考 或者是想要说流利的中文 我觉得免不了 你一定要多跟讲这个语言的人 说话交流 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而且你也马上能够知道 你哪里说错了 因为母语者可能会再说一次 让你知道哪怎么说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 呃最后的结论 我想你要用中文来思考 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多接触这个语言 然后多接触母语者 我觉得 嗯 你的进步会最快 要多阅读啦 多读 我觉得多读也很有用 嗯 多读多看 总之老话一句 多多读多听 多看多学 就是这样而已 每个语言的最后的诀窍 都是这样子 那各位同学 如果听到说 有人三个月就把中文学好 或许有 不过皮毛 我认为再厉害 可能说的很好 也是皮毛 嗯 你真的谈到 说到成语 说到汉字 说到文化 说到这个谚语 可能你就看得出深浅了 对不对 对 有些人可能上手比较快一些 真的就是这样 嗯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学习语言 还是一步一脚印 要做扎实的功夫 慢慢来 然后多跟母语者接触 啊 嗯 好 OK 那么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样子也可以聊40分钟 啊 What happened 什么 这个我们真的还蛮会聊的 而且今天我们都没有跟同学一直答 大叔很默契啊 对 嗯 不过我们今天 同学问一下 要回答一下 说含蓄什么意思 啊 含蓄啊 含蓄就是 就是不是很直接啊 就是我们 啊 呃 比如说你对跟一个人 你喜欢一个人 你对他表白的时候 你不会说 啊 我喜欢你 我们 我们这个 做男女朋友吧 我们不会这么说 一般我们说 呃 可能会说 嗯 我对你 就这样 每天一起 吃早饭 一起喝咖啡 挺好的 或者说 要不就在一起 要能猜是吗 对 就是 啊 含蓄就是用比较间接的方法 不是直接告诉别人 你的意思是什么 嗯 好 那的确中国人 是比较含蓄的 我们很少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这样都太直接了 可能我们会用行动 或者是用表情 来表达你的心意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 就是含蓄 是我们的特色 像大叔们不含蓄 我们对学生们表白一下 爱你哦 太油腻了吧 我不要 好油哦 大叔太油了 太油了 瞬间那个观赏人数下降一半这样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不能再聊了 再聊我配字幕会非常辛苦 累死 我们说的越多 假说的字幕 我就越累 我就感觉要控制时间 日本人也很含蓄 没有错 对对对 好 OK 那今天 今天就聊到这儿 跟大家说再见 然后星期五 星期三有播客 请大家记得可以到YouTube订阅大叔中文的频道 如果你想好好学习中文的话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加入我们的会员之后 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中文学习材料 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 你们一定喜欢 对 还有我们周日有这个小鲜肉的聚会 这个同学看过我们星期五的直播呀 大不如前的 对我们大不如前的 对我们不管学什么语言都要下功夫了 都要下功夫 好 OK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聊了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 周五见 好 记得帮我们点赞 支持我们 好 OK 这个 这个 冒出一堆来了 好 难得 变数念一下 念完我们就 这个说 我认为刚开始学习中文的人 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 说中文时 要先通过用母语来思考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流逝 思考时间会越来越少 直到终于能够自然的用中文思考 总结的好棒 这个绝对不是三天两天的功夫 一定都要下苦功 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觉得 我一定要在三个月内用中文思考 千万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是一个继续渐进的过程 好 OK 那么谢谢裴静的这个反馈 好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 好 谢谢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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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 再见 拜拜 第二回 拜拜